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天哪!赵姐还有多少惊喜未曾展示 她的表现实在让人惊艳 赵丽颖白发造型每番全网,如仙女降临,粉丝狂赞 其造型打破传统,展现独特气质,倍赞颜值爆灯 网友期待其未来作品,与诚意合作更引期待 爆点新闻 赵丽颖白发造型每番全网,粉丝狂赞仙女降临 嘿,告诉你个大适儿 娱乐圈这回可真热闹了 咱们的大爱女神,看起来像是赵丽颖的那位 她的白发新造型简直是美到让人心跳加速,全网都沸腾起来啦 你说这是天上掉下个美神仙,还是银宝偷偷学了什么不老秘诀 别急,咱们一点点揭开这神秘面纱 造型大揭秘,仙气飘飘 说起这造型,简直是美的犯规啦 赵丽颖那一头白发,白得像雪一样 整个人瞬间变得好像天上的仙女 又像在森林里欢快跳舞的小精灵,还带着点高手的神秘气质 谁说白发就一定显老 咱们银宝就证明给你看,白发也能美得让人挪不开眼 简直就像故事里的白发仙女,但更多了几分温柔和仙气 颜值爆灯,可塑性超强 说到颜值,赵丽颖那可是公认的完美无瑕 不管换什么发色,穿啥衣服,往那一战 那就是活生生的仙女本人 她的五官精致地跟画出来的一样 穿啥都有高级感,简直就是行走的时尚标杆 不对,是行走的颜值代表 她的脸,简直就是镜头最爱的 啥角色都能演得超级棒,让人不得不服 角色畅想,CP感爆棚 想象一下,如果赢宝演个影视高手或者武功超群的女侠 那得有多酷啊 导演们怕是要排着对球合作了吧 特别是如果她和诚意一起演古装剧 那两人站在一起,CP感都要爆表了 粉丝们估计地提前抢好小板凳,等着熬夜追剧呢 观众心声,热烈共鸣 这造型一曝光,网友们全都沸腾了 纷纷说,这哪是白发啊,简直就是月光下凡嘛 大家的爱和期待都快要把屏幕撑爆了 直呼希望这图能变成真具,可见咱们赢宝的魅力有多大 这白发造型不仅打破了传统的美 还让大家对白发的看法彻底改观 简直是美出了新境界 说实话,赵丽颖这次的白发造型之所以能这么惊艳 除了她天生励志和独特气质外 造型团队的功劳也不小 他们大胆创新,把传统和现代完美融合在一起 打造出了这个既古典又时尚的角色 而银宝也用她的实力和魅力把这个角色引活了 让人超级期待她未来的作品 和诚意的合作 那绝对是强强联手,火花四剑 咱们就等着看好戏吧 赵丽颖在最近的表现中,再次令我们惊叹不已 她的每一次出现,都能带来不同的惊喜 超乎我们的期待 在她的演绎道路上 赵丽颖从未停止过对自我的挑战和突破 她的每一次亮相,不仅仅是对角色的演绎 更是对自己演技的不断升华和完善 她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她在艺术上的无限潜力 和不断超越自我的决心 赵丽颖的表现实在令人惊艳 她的每一个细节,每一次表现 都显示了她对角色的深入理解和精湛演技 从她的眼神到她的肢体语言 每一个细微之处都充满了力量和感情 这使得她的表演不仅仅是表面的华丽 而是真正打动人心的深层次表现 她用自己的才华和努力 再次向我们展示了她在演艺圈的独特地位和影响力 在她的职业生涯中 赵丽颖不断挑战自我 勇于尝试不同的角色和类型 这种不断探索和突破的精神 使得她每一次的表现都带来新的惊喜 她的演技已经不仅仅是技巧上的展示 更是她对角色的深刻理解和对人生的真实感悟 她的表演让我们看到了 一位演员如何通过自身的努力和才华 创造出令人惊艳的艺术作品 赵丽颖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 她的每一个成就都离不开她对演艺事业的执着和热爱 她在不断尝试和突破中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技巧 也培养了更加成熟的演艺风格 她的每一次成功都在告诉我们一个真理 那就是只有不断努力和挑战自我 才能在演艺的道路上取得更大的突破和成就 对观众的留言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赵丽颖最近的表现真是令人惊叹不已 她的每一次出现 都带来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惊喜 她用她的才华和努力 再次向我们展示了她在演艺圈的独特魅力和影响力 每一个细节 每一次表演 都展现了她对艺术的深刻理解和对角色的精准把握 作为观众 我们能够感受到赵丽颖的每一次突破和挑战 也能够欣赏到她在演艺道路上的不断进步和成就 她的表现不仅仅是技巧上的展示 更是她对角色的真实理解和对生活的深刻感悟 她的成功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演员 如何通过不断努力和挑战自我 创造出令人惊艳的艺术作品 赵丽颖的经验表曾经承诺30岁结婚的王一博 竟要再等三年 粉丝激动不已 王一博作为偶像 增严30岁结婚 现27岁事业正盛 婚姻计划四难实现 她细致浪漫 谁不想嫁 结婚需缘分 观众静呆 目前她专注纪录片人 与期待新作惊艳亮相 光阴荏染 季节如缩 双引号 转眼间 王一博已成为许多人心目中的优秀偶像 问题来了 曾经说30岁结婚的她 真的会接 实在难以想象 王一博作为娱乐圈的热门明星 不仅外貌出众 才华横溢 兼具舞蹈 歌唱和演绎能力 从陈情领到追光者 大家目睹了她日益精湛的表演 吸引了众多粉丝 她在私下里的性格 更像是邻居的大哥 许多人都是通过天天向上 第一次了解到她的 记得当时王一博只有19岁 既显得稚嫩又透着成熟 令人印象深刻 那个节目对她而言 是踏入娱乐圈的跳板 她在其中成长 亦目睹了她的变化 换句话说 王一博增在某个综艺节目中提到 她期望在30岁时步入婚姻 现在已经27岁的她 依然独自一人 不知道她是否还记得当初许下的诺言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她的这个想法似乎有些不切实际 毕竟她的事业正在蓬勃发展 哪里还有时间去谈恋爱呢 设想一下 假如王一博真结婚了 那么这位幸运的女孩会是多么幸福啊 不要被一博平时显得有些直接所迷惑 实际上她非常细致 关心她人 并且也有浪漫的一面 只有真正了解她的人才会体会到这一点 她会将你遗留的饭菜吃掉 她还会负责一些家里的杂物 像这样的王一博 谁会不想嫁呢 做梦的少女已经开始编辑照片了 对于她而言 结婚的重大事物还得依赖于命运 身为观众 我们只需静静观望 看看哪位女生能够赢得王一博的心 关于王一博在30岁时是否会步入婚姻 暂时无需着急 这还要等三年呢 目前她的精力都放在纪录片上 有一部新作品《人》 与等待上线 王一博作为当下最受欢迎的明星之一 常常引发媒体和粉丝的广泛关注 从她的事业成就到个人生活 每一个动态都受到热切关注 最近 王一博宣布她曾经承诺在30岁结婚的计划 将会推迟三年 这一消息瞬间引发了粉丝们的激动和热议 这个意外的决定不仅让大家对王一博的未来规划充满好奇 也引发了粉丝们对她的深切关心和期待 王一博曾经在公开场合提到 她计划在30岁时步入婚姻殿堂 这一承诺曾经让粉丝们充满期待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王一博的生活和事业也发生了许多变化 她的职业生涯不断攀升 个人发展也变得更加多元化 在这种情况下 王一博决定将结婚计划推迟三年 这一决定虽然让粉丝们感到意外 但也反映了她对自身生活节奏和事业发展的深思熟虑 对于粉丝们来说 王一博的这一决定无疑是一个惊喜 尽管推迟了结婚计划 但粉丝们的反应却充满了支持和理解 他们表示 王一博的幸福和事业都是非常重要的 而她能够在公众面前坦诚地分享这些变化 显示了她的成熟和真实 粉丝们纷纷表示 他们会继续支持王一博的决定 并期待看到她在未来的幸福和成就 这一消息也引发了对王一博个人生活和未来规划的广泛讨论 很多人开始猜测 王一博推迟结婚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事业上的挑战 还是因为个人生活的调整 无论是什么原因 这一决定都无疑是她经过深思熟虑后的选择 作为公众人物 王一博的每一个决定都会受到广泛关注 但她能够在繁忙的工作中保持自我 管理好个人生活 已经是非常值得钦佩的 至所有王一博的粉丝们 亲爱的粉丝们 感谢你们一直以来对王一博的支持和热爱 你们的关注和支持是她不断前进的动力源泉 王一博的决定虽然出乎意料 但这是她对自己生活和事业的认真考量 作为粉丝 我们应该尊重她的选择 理解她的决定 并继续支持她在未来的每一步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继续保持对王一博的支持和关注 不论是在她的职业发展 还是在个人生活的每一个阶段 王一博一直以来的努力和成就 离不开你们的支持和鼓励 你们的每一份支持和爱护 都是她不断追求梦想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力量 此外 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以王一博为榜样 学习她在面对生活和事业挑战时的成熟和坚定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节奏和规划 重要的是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保持自我 坚持努力 无论未来的路途如何 我们都应该以积极的心态面对挑战 勇敢追求自己的目标 王一博的决定虽然让我们等待更多 但这也是对我们的一次考验和期待 希望大家能够保持耐心 继续关注她的动态 并为她的每一个阶段加油 未来的日子里 我们相信王一博会继续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成就 我们期待着与大家一起见证她的成长和成功 让我们共同祝福王一博 在未来的道路上能够取得更多的成就和幸福 希望大家在支持偶像的同时 也能够关注自身的发展和成长 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生活中的每一个挑战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理解 让我们一起期待王一博未来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共同为她加油助力 未来的日子里 让我们继续关注她的成长和变化 期待她在事业和个人生活中 都能取得更多的突破和成就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